哈喽兄弟们啊 39级的玩家拥有着小驴 小驴是用积分换的 39级的玩家拥有着浪涛杀啊 加翻版通天牌面了 这个39级就是管 其他的东西就已经花了很多钱啊 ID没买金色 但是也是高光 39级天猴祖天击城变身以后伤害 可以突破1.5倍啊 相当于奥特曼39级的玩家伤害都过1001了 而且在没有带无级别的情况下 兄弟们39级伤害过千了 没有灵事 帽子也只有五段宝石 虽然有无级别 但是39级只能用啊 40级的简易加精致啊 啊 无级别最高只有五段啊 特技破碎加无级别啊 套装是催眠服 破血简易加神农啊 40级 有39级啊 可以带神农啊 加简易的项链 非常的暴力 腰带的话 五段宝石 愤怒简易加精致啊 相当于无级别愤怒了 50级的 无级别流云鞋 野兽之力加无级别 这家伙有愤怒 流云野兽啊 加破碎 再加破血 刺特技 林师傅 帽子命中167 项链力量37 法防72 速度128啊 这个号打临时的钱都已经很贵了啊 武器的话看一下这把武器到底有多屌 哎呦 去看看人家这追求 魔法打了183 就是186满的话 因为是除以二 然后气血357再除以个二也就是170多 然后呢防御184 伤害186 打临时都花了好多钱啊 看看宝宝啊 这个宝宝兄弟们 有点厉害啊 这只宝宝的话 因为泡泡临仙的话啊 也要大概是个4000块钱 4000块钱你合出8技能的话大概的7000打成全红 这只宝宝其实比普通的生肖神兽成本要高很多 这只宝宝的资质呢 可以突破到天际可以170018的工资 但是缺陷呢就是他没法进阶 本身39级的宝宝他也不进阶 所以说这只宝宝泡泡临仙呢在 在这个在这个39级很很实用啊 属性应该是很好的 10技能 夜夜武清城的归成像成长1.243啊 两本红书 这只宝宝 虚弥真言加高神啊 这个能打得起红书 但是39级不让用 除了特殊技能以外可能只能有一红 然后这是虚弥真言 这个连高神都没有啊 这是夜武清城 宝宝呢就用夜武清城 法宝的话就用虚弥 这是一个雪宝啊 雪耐宠 11技能的马面 11技能的大蝙蝠啊 10技能的归成像 39级能带的召唤兽 造型不多啊 所以说蝙蝠 什么狼啊 归成像马面啊 牛头啊啊 就是主流着召唤兽 看完你属性以后豪情万丈 我想杀马龙神 但生人的钱太多了啊 龙神先放一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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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